很多人上来就知道我买呼吸机 实际上我以前也说过 呼吸机这个东西 它本身上是一个二业力量器械 它不是人人可以带到好的 它的个体差异性体力是存在的 上次有一个用户问我 你们和电商有什么差别 我都笑了 电商好歹也是发展了十几年的了 不管是从厂家也好 商家也好 这个价格是很透明公开的 加我一个微信 来寻我一个价格 问我一个价格 这个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代 是个挺可笑的事情 因为现在价格完完全全是公开透明的 你可以去各大电商 可以去看价格 价格已经完全公开透明的 实际上真正要说差异在哪里 实际上自从我做这行以来 我每个用户都是认真对待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怕大家带爆呼吸机 在呼吸机这个事情上 我的出发点跟你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一样的 都是要把呼吸器带好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是我把机器吹到天上 机器很强大 我先把机器卖给你 你带好带不好 完全看运气 这个不是我所追求的 机器实际上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人体非常的负责 我一个卖呼吸机的 我都不找不着 你说你打呼噜 你睡眠呼吸展品都几年下来了 十几年下来了 也不差这么一天了 所以说不要特别的着急 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一起把你的问题解决掉 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